国产007最美女特工。17岁被妈妈逼着拍三级片,认了台湾最丑富豪做干爹,却在29岁生下儿子后自杀身亡。 90年代香港有许多出名的艳星,如舒淇和李李珍,一托成名。 但却不是很多人能像舒淇这般幸运,能洗脱三级片女星的名字,从此星途坦荡。 2002年7月31日傍晚,有过多次自杀和自残经历的陈宝莲,在上海一撞24层高楼跳下自杀身亡,中年29岁。 17岁时失身,一年内拍六部三级片,与干爹黄任中同闯50次,大美人陈宝莲的一生走得跌跌撞撞。 对陈宝莲自杀的原因有很多版本的说明,但大都认为陈宝莲与干爹黄任中的那段义父女一行人的感情,是导致这位香港艳星失去寄托,陷入自虐深渊最终走向毁灭的根源。 17岁拍三级《处女座》一托成名。 陈宝莲17岁参加亚洲小姐竞选,可惜名落孙杉,却因身材高挑和外形俏丽引起圈内人的注意。 1991年在母亲的怂恿下,陈宝莲揭拍了自己的第一部三级片《侠戒夜生活女王》。 扮演妻女的陈宝莲在片中只有两场戏,她要做的只是表现裸露的诱惑,有以色又成奎安的那场戏相艳至极,令观众印象深刻,须知那时陈宝莲还不到18岁啊。 之后,陈宝莲出演蔡兰兼致的《聊斋三支灯草和尚》,也正是这部《古装三级片》令陈宝莲声名雀起,不满20岁就成为香港三级巨星。 并行三级巨星难翻身。在《灯草和尚》里,陈宝莲大胆演出《雁光四射》,应谈视为《鬼宝》。 当时正值香港三级片的黄金岁月,陈宝莲进而投身三级片行列。 也许命运对她的确不公,许多与她走同一条路的女星抓住机会脱离了这个行当,成功转型演起了《文艺片》。 而陈宝莲虽然极力希望洗脱自己的性感艳星形象,却没有熬到出头之日,从此半红不黑,而且是非不断。 当香港新生代艳星越来越多时,陈宝莲转入台湾,结识了侯孝贤导演。 侯导的《海上花》原本锁定陈宝莲演出千细慢播,不过后来陈宝莲状况越来越不稳定,侯孝贤不得不放弃,让陈宝莲丧失转型翻身机会,相当可惜。 曾和干爹同传五十次。 星图坎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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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坎 不过,最令晨宝莲情困力生的,相信是拥有过一身家的干爹,台湾富豪黄任忠。 黄任忠相貌不佳,甚至被李敖讽刺为台湾三大丑男之首,却胜在有钱有势,生前在台湾呼风唤雨,坐拥无数美女。 好色生性风流的黄任忠,与不少港台红星过同甚密,包括张爱佳、林青霞、钟处红、陈冲及邓丽君等。 黄任忠曾扬言,女人是我生命原动力,没有女人我吃不下饭。 她还曾直言不讳地告诉媒体,她这一生有四大爱好,美女、美酒、跑车、豪宅。 她爱美女更前无古人,后无来者。 最为得意的时候,她拥有近百位女徒弟及女朋友,家中长时间同时住着十位超级大美女,且每一个都是一坛的知名人物。 她专门被一栋豪宅供自己和女友们玩乐。 在这栋豪宅里还有一张被守世人谈论的豪宅大床,可以同时容纳九位女友,而她的私人温泉浴池更常尝试春色四溢。 关于爱美女,黄润中有一句名言,我色,可是我敢公开色,为何一定要偷偷摸摸地色。 和黄润中交往,是陈宝莲一生爱情事业最一气风发的黄金岁月。 第一次见面,陈宝莲对黄润中并没有太深的印象。 但黄润中则不同,见过身高1.75米,明眸好齿,漂亮丰满的陈宝莲,回到台湾后顿觉身边那些美女失了颜色,满脑子都是陈宝莲的英容笑貌。 不久,黄润中认陈宝莲为妻女,并邀请她前往台湾发展,希望她摆脱三级片明星的影子。 陈宝莲心中也非常清楚,她的艳星之路不可能长期走下去,正可以借助这一机会,向新的方向发展,以便寻找一条上漫之路。 于是事实过不久,她离开香港前往台湾。 两人的关系已是娱乐圈公开的秘密,而且黄润中还公开表示过,曾和陈宝莲同闯50次,但没有发生性关系。 后来陈宝莲精神出现问题,多次为了跟黄的女朋友争宠,经常在黄家大吵大闹,最后气的黄润中忍受不下,狠心跟这个深爱的气女,盖女儿,断绝关系,失宠后的陈宝莲被赶出黄家。 精神失常曾割万颗药烧房子。 1997年,陈宝莲与黄润中分手后情绪经常失控,她1998年曾在台北发生车祸入院,后又在酒吧内与人争执,血流满面,缝了十三针。 更在感官世界首映里上突然用小剪刀割腕自残,吓坏当场所有人。 之后各种状况就接连不断,嗑药的情况也更加严重。 在台湾,陈宝莲直接走进珠宝店,拿起重益的首饰就带,不但不付钱还攻击店员,最后被抓到警察局。 在香港,陈宝莲还声称要驱鬼,放火烧了自己的房子,又闯入王力宏的演唱会,欧大哥迷,还不断地因为服药过量进出医院。 每一次丑门,都把他网眼一事业之外推出一步。 陈宝莲儿子酷似黄认忠 2002年6月23日,陈宝莲是在在泰国诞下林儿,其后带儿子到上海定居。 2002年7月31日傍晚,陈宝莲于上海跳楼自杀,留下儿子黄一,有传闻及生父是陈宝莲甘迪黄认忠。 后等王妃前经纪人邱黎宽收养,王妃多年来也出现资助。 如今黄一已长大,被指似陈宝莲甘迪黄认忠。 不过,当时报道,陈宝莲儿子的生父是景图的美极华侨酒郎DJ,杨宁林肯。 林肯当年25岁,身材高大英挺,17岁就被美国一家杂志网络为旗下模特,或许因为年轻,在有人眼中脾气有点火爆。 两人是在台北一家迪斯科酒郎内认识,当时,林肯在那里当唱片骑士,但两人只交往三个月就分手了,原因是陈宝莲执意要把儿子生下来,林肯坚决反对。 由于小孩尚未取名,将来若要归由台湾生父扶养,承办的手续将很繁杂。 随后,黄润中的助理小潘潘表示,陈宝莲的后世问题,黄润中愿意帮忙,并且表示如果陈宝莲儿子的生父不愿负其养与孩子的责任,他会愿意帮宝莲养大儿子。 陈宝莲去世后不久黄润中又搭上香港另一宴新政宴礼,而且他很快取代陈宝莲成为黄润中的首席女友。 2003年春节,黄润中在家中开派对,数十位美女同时出席,在歌在舞,热闹非常,这种醉生梦死的生活使他犹如至身天堂。 随后,他带领郑艳丽、安雅等六个大美女,以罕见的一拖六出席香港的古董拍卖会,并且一至千金,一时间全港轰动。 后来,自从黄润中身架暴低级官司缠身后,一时数岛狐松散,众多女友纷纷离他而去。 2004年2月10日,保守病痛折磨的黄润中静静地离开了人世,享年63岁。 守候在身边的也只有姐姐,儿子和私人护理小潘潘。 黄润中曾自嘲说,人生像抛物线,当他要下来时,救下来,还真是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。 这也许是他最好的慕志明。